在农村的一处老宅里 有人说他们的老祖宗在地面之下 埋藏了价值一千多万的大量银元 原本老宅的主人想要自行挖掘这些宝物 可是突然有一天 村里的拆迁队却在他们的祖宅底下 挖出了一个大坑 老宅的主人只好选择了报警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曲折离奇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出现 在这场银元风波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呢 各位同学晚上好 今天感慨万千的龙叔 将为你讲述的是 祖宅被挖银元谜案 案件的发生地 位于浙江省北部的一个县级是海宁市 在海宁市长山河的北面 有一个叫做双喜村的小村庄 2013年的7月份 双喜村所在的海昌街道 准备在当地搞一个经济开发区 于是双喜村的全部村民 他们需要从原来的住宅里搬出来 然后当地的一支拆迁队 也开始进入村子准备拆迁 可就在这个时候 在双喜村里 有几个姓许的住户 他们私下请来了一辆挖土机 准备进村搞事情 结果拆迁队的人 把他们拦在了村口 并询问他们 到底想要干什么 而就在这个时候 许家人也毫不遮掩 他们直接告诉拆迁队说 在他们住宅的下面 埋了一些老祖宗所留下来的银元 他们要动用挖土机 把银元给挖出来 在听完这个理由之后 拆迁队的人立刻 马上就阻止了挖土机的进入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整个双喜村的拆迁权 已经被他们花钱所承包了 里面所有房屋的砖头瓦块 以及钢筋建材 他们需要完整的拆出来卖钱 而如果许家人要在里面挖坑 那么拆下来的东西 就没有办法搬运出去了 但是许家人却不卖账 他们始终觉得 他们挖自己家里的东西 是理所应当的 结果这两伙人僵持不下 还差点爆发了冲突 后来许家人选择了报警 而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 也来到了事发现场 在民警和村干部的主持之下 许家人和拆迁队达成了和解 拆迁队先是给出了一个声明 他们承诺 进到村子之后 只是搬拆房子 对于房子地面以下的东西 他们绝对不会去挖 在房子全部拆完之后 许家人才可以过来 去挖他们所谓的 老祖宗所留下来的寅院 于是 这个矛盾冲突就暂时得到了解决 可就在半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晚上 许家人发现在他们老房子的地面之下 突然间被挖出了一个大坑 许家人怀疑是拆迁队偷挖了他们的银员 在这个双喜村里 姓许的住户有不少 其中有一个叫做许良松的中年男子 他是许家人的主要代表 根据许良松的陈述 他们的祖上是清末时期的一个大户人家 在他们祖宅的地基里 老祖宗曾经埋下了八坛子的银员 根据现在的物价鉴定 他们估算这八坛子银员的价值 已经超过了一千多万的人民币 可是现在看来 拆迁队很可能已经偷挖了他们的宝贝 于是许家人再一次选择了报警 当地海长派出所的民警 他们很快就赶到了事发现场 虽然在拆迁的现场 确实出现了一个大坑 但是派出所的民警并没有给予立案 他们给出了两点理由 第一 许家人所说的房子下面没有银员 这个事情是否属实 需要进行求证 第二 拆迁队挖出大坑的原因 也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于是到了第二天 民警找到了双喜村的村主任 徐小龙 根据徐小龙的陈述 村里拆迁队在之前确实有听说过 许家地下埋有银员的事情 但是他们拆迁队十几号人都认为 那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至于为什么 要在许家的房子之下挖出一个大坑 拆迁队的负责人解释说 那是因为他们要挖一些泥土出来 然后把旁边的竹园给填埋上 这样做才能方便拆迁队的车辆 自由进出 这个原因听起来也算合理 因为许家房子的旁边 确实有一个竹园 但是许家人并不相信拆迁队的这个说法 因为在整个双喜村的拆迁现场 只有他们家的宅基地被挖了一个大坑 而其他村民的宅基地 压根就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许家人认为 肯定是拆迁队找到了藏宝的精确位置 于是他们就连夜动手到挖了银员 事情听到这里 派出所的民警认为 许家人所说的情况好像也有道理 但是他们仍旧不敢轻易地立案 因为到目前为止 所有人都没有拿出真凭实据 来证明在许家老宅的下面 确实埋有银员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老人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他的名字叫做陈松英 他说 他是目前许家里辈分最老的一位长辈 对于警方的怀疑 陈松英表现得很是激动 他很肯定地说 他们家祖宅底下埋有银员 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而埋下银员的是他们的一位祖辈 许阿六 接下来 陈松英给警方讲述了一个相当离奇的故事 他说 许阿六生于清末 长于民国 他曾经是双喜村里的一位有名的大财主 在最鼎盛的时期 许阿六家族拥有360摩的田地 在当年 许氏家族光是靠着收地租 就实现了家财万贯富家一方 而在许阿六的下面 一共有三个儿子 在儿子长大之后 许阿六要给他的每一个儿子 分别建造一个花厅 在当时 每一个花厅都计划着 要建成富贵人家的那种豪华气派 可是刚建完了第一个花厅 许阿六就突然间得了重病 于是 剩下两个花厅的建造工程就取消了 在病逝之前 许阿六就把建造花厅所剩下的银园 全部埋在了许家老宅的一个竹园的下面 后来经过了许家后人的几番拆迁 原来的许家竹园已经面目全非 虽然这一位陈松英的老人 他是许阿六第三个儿子的媳妇 但是关于老公公当年埋藏银园的数量和地点 他也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 不过根据陈松英的描述 他的老公公在当年是留有一张藏宝图的 但是在文革期间 许家作为地主被抄了家 随后传说中的藏宝图也不见了踪影 而与此同时 许家的一位老邻居马新宝 他也向警方反映了一些情况 他说 在当年他看到有红卫兵进入许家竹园 并在里边挖出了两坛子银园 一共三千多枚 后来这些银园有的被轰强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松英又补充说 因为他们许家的成分一直不太好 所以老祖宗在地下埋藏的财富 是他们的秘密 泄露秘密 会给他们带来灾难 因此一直以来 许家的后人都没有去挖掘银园 而且在他们当地有一个习俗 说是祖辈所埋下的宝贝 后人不可以随便挖出来享用 只有当祖宅拆迁不再住人了 后人们才可以进行挖宝 而根据许阿六的后人 许梁松的陈述 在1981年的时候 他们的老宅子进行过一次翻新的拆迁 在当时有施工的师傅在地基里 挖出了一些散落的银园 通过这个事情 许家的后人更加的坚信 许阿六当年所埋下的八坛子银园 肯定还有一大部分留在了地基里 而现在村里的拆迁队 他们居然偷偷的把银园给倒挖了 因此许家人希望 当地的派出所能够立案侦查 帮他们找回丢失的银园 可是对于这种无头的案件 派出所的民警感到很是为难 后来经过调解 拆迁队终于同意 让许家人花费五千块钱 把他们家老房子的拆迁权给买回去 而许家人也雇来了一台挖土机 他们准备着自己亲自来挖掘银园 可是到了第二天 在许家祖宅的工地之上 又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大事件 在买回拆迁权之后 许家人一边等着挖土机进村 一边派人守着老房子 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许家的后人们 他们有的回家去吃早饭了 有的要下地干活 于是在老房子的空地上 出现了一顿无人看守的间隙 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双喜村的村口 来了一辆黑色的小汽车 车子刚停好 就有四名陌生的中年男子迅速下车 并且直奔许家的祖宅工地 许家隔壁的一位邻居 钱炳秋 他在当天起得比较早 他说 大约在八点钟左右 有四名男子走进了许家宅基地的大坑里 其中一名男子 他的手里拿着一个蛇皮带 而另一名男子 则手握一个探测器之类的东西 他们看起来是在寻找某些东西 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后 许家的媳妇李梅英 他看到这四名男子路过村口 然后开车离开了 后来他从邻居口中了解到 这四名男子 他们很可能已经到挖了大坑里的因缘 许家人想去追赶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他们只好再一次选择了报警 而就在民警赶到事发现场的时候 许家人在他们的祖宅大坑里 发现了一幕相当惊奇的场景 在杂乱不堪的大坑里 出现了一个坛子形状的小泥洞 许家的后人许梁松 他立刻马上就找来一根小竹竿 然后在小泥洞的旁边 仔细地敲挖 结果不出所料 另外的一个坛子 居然被他顺手给挖了出来 那么在这个坛子里面 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果不其然 坛子里面当真装着银原 这一个重大的发现 让许家的美丽传说变成了事实 当天上午的十一点钟左右 许家的后人们 他们开始在家里 清点这一坛子的银原 在这些银原里 有来自墨西哥的一种阴阳硬币 这是在清末时期 来自美洲的殖民者 从墨西哥所带入中国的一种货币 除此之外 在这些银原里还有光绪元宝 这是在清末光绪年间 清政府所发行的一种货币 另外还有宣统元宝和大清银币 经过清点 所有挖出的银原一共是877枚 至于这里面有多少是阴阳 有多少是元大头 许家人并没有向外人展示 他们很快就关起门 然后分掉了这些银原 而在这之后 许家人再次向公安机关提出了要求 许家人怀疑 当天早上过来盗挖银原的四名男子 他们跟拆迁队很可能是一伙的 因为他们敢于在白天进村 并且进村之后的目的地非常的精准 如果不是跟拆迁队串通 他们不可能做到如此娴熟的盗挖 而在目睹了许家挖出银原之后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他们终于对这起盗窃案件 进行了立案侦查 根据村民们所提供的线索 办案的民警锁定了四名嫌疑人的乘用车辆 不久之后 警方在沿路的监控视频中找到了嫌疑车辆 可是根据这个黑色小汽车的牌照号码 侦查的警员却发现 嫌疑车辆的车主居然是一个外地人 他的真实姓名是 蒋霞富十年四十九岁 安徽人士 根据蒋霞富的交代 另外的三名男子分别是 蒋霞星 蒋兆峰 以及蒋静 这四名男子都是来自安徽省的老乡 在平时 他们主要盘踞在嘉兴市的嘉善县 从事废品收购 以及石荒的行的 根据蒋霞富的陈述 他们是在电视上看到了嘉兴市的一则新闻报道 说是双喜村许家老宅挖银园的事情 于是 他们四个人就约好时间 带上家伙准备到双喜村碰碰运气 按照他们的预想 如果运气好的话 或许能够捡到一些散落的银园 可是 当他们拿着金属探测器进入大坑之后 他们发现自己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找了不到二十分钟 蒋霞富他们就挖到了一个坛子 他们急忙把坛子装进了蛇皮袋里 然后迅速开车离开了双喜村 在回到嘉善县之后 蒋霞富他们清点了银园的数量 一共是598枚墨西哥鹰阳 还有一枚光绪元宝 随后 四名安徽老乡瓜分了这些银园 在他们看来 他们挖取银园的行为 跟平时的石荒并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在当时 双喜村的许家老宅 他跟其他的拆迁现场差不多 房子没了 只剩下一些破砖烂瓦 可是警方却告知蒋霞富 他们四个人已经涉嫌了盗窃罪 因为根据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 这599枚银园的价值 已经达到了211800元 随后 海宁警方把蒋霞富等四名嫌疑人 全部移交检查机关进行公诉 在法庭上 蒋霞富等四名石荒者 他们向法官辩护说 在当时 双喜村的拆迁工地 并没有拉起警戒线 他们只是在一片乱七八糟的工地上 石荒捡东西 这种行为并不是盗窃 可是检察院的公诉人 他们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他们认为 许家老宅地底下的银园 属于一种埋藏物 这就类似于坟墓中的陪葬物 这是归属于主人家的私人物品 如果外人偷偷拿走了 那就是触犯了盗窃罪 而就在这个时候 许家人又忽然提出 既然蒋霞富这四个人 涉嫌了盗窃罪 那么之前盗挖银园的拆迁队 他们也应该是同样性质的犯罪 而且拆迁队所挖的坑那么大 按照常理 他们一定盗走了更多的因缘 许家人希望 当地警方能够立案调查拆迁队 帮助他们找回更多的因缘 与此同时 他们还提供了另外一条 关于宝藏的线索 根据许家人的反应 这一次承包双喜村 拆迁项目的负责人 叫做吴松云 在文革期间 这个人就是村里的村干部 他曾经带人到过许家进行抄家 而在这之后 许阿六的那一张藏宝图纸就离奇的失踪了 因此许家人怀疑 这个吴松云 他有可能是看了藏宝图纸 然后指使拆迁队 进行了精准的银元倒挖 针对这条线索 海宁警方找到了吴松云进行询问 但是吴松云却一口否认了藏宝图纸的事情 后来 拆迁队的几个工作人员 也接受了警方的问话 但是他们的回答 却硬生生的让海宁警方感到有点出乎意料 他们说 许家地下埋有宝藏的事他们也听说过 在当时 他们也想着去挖来试试看 可是挖到最后 却什么宝物也没有看到 由于许家人无法证明 在他们的地基之下 具体埋有多少数目的银元 所以对于拆迁队到挖银元的这个怀疑 海宁警方在一时之间 依然是没有办法立案侦查 可就在很多人以为 这个事件快要结束的时候 另一个更为离奇的事件 已经在悄悄的酝酿之中 在双喜村里 许家人挖出银元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邻居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眼神 而其中的一个村民李元华 他却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 李元华跟家里人商量之后 决定从外面雇来一辆挖土机 他们也想在自家的宅基地里挖上几口 希望也会有所发现 这个时候 很多村民闲着没事也过来围观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是想要看看热闹的 而有些人却是想要看笑话的 因为李元华的祖上并不算是富贵人家 他们觉得李家祖宗埋下银元 留给子孙的几率并不是很大 可是李元华夫妇俩 他们却很热情地指挥着挖土机师傅进行了开挖 结果在经过一天一夜的挖掘之后 李元华家居然也挖出了200多枚散落的银元 这个事情让村民们都大为震惊 而李元华夫妇却是笑得合不拢嘴 于是 整个双喜村很快就掀起了一股挖银元的热潮 村里边有好几户的人家都想要碰碰运气 他们很快就雇来了挖土机并开始挖掘 结果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他们一共挖出了三个坛子 全部银元的总数超过了1500枚 经过物价部门的初步鉴定 这些银元的价值大约是70多万的人民币 而就在这个时候 许家的几个后人 他们却在突然之间被派出所的民警带到了公安局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许家的人 他们跟隔壁村一户幸催的人家发生了打架事件 而这个打架事件的源头 正是那些在不久之前所挖出来的银元 原来 在许家人分完银元之后 隔壁立民村的崔家人 他们就突然间很不高兴 崔家人说 许家的那几个后人 他们在挖出银元之后 居然没有通知他们崔家 而是私底下把所有的银元给分掉了 这很不像话 那么这个突然蹦出来的崔家 他们和许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崔家兄弟崔松海的说法 他们家的老母亲许姓宝 是许家祖先许阿六的亲生女儿 在当年 许阿六一共有四个孩子 其中三个儿子 分别叫做许竹关 许玉关和许松关 而剩下的一个女儿 正是许姓宝老人 而在当年 那些银元是许阿六所埋下的 因此崔家兄弟认为 他们的妈妈许姓宝 他是有权利继承其中的一部分银元的 可奇怪的是 许家后人在瓜分银元的时候 硬是把许姓宝老人 给硬生生的漏掉了 于是 崔家兄弟就找来律师 进行了一番咨询 根据这一位李文哉律师的说法 许姓宝老人的继承权 是应该要得到保护的 按照之前所得知的消息 许家后人所挖出来的 银元数量是877枚 再加上蒋家父等人 所到挖的599枚 两者相加一共是1476枚银元 于是 李文哉律师给崔家兄弟 提出了一个诉求 作为许阿六的四个孩子之一 许姓宝老人 应该要分走其中的25% 也就是369枚银元 这个价值折合人民币 大约是20多万左右 在打定主意之后 崔家兄弟他们开始收集相关证据 准备跟许家后人打官司 他们先是来到了双喜村 要求村委会出具一个证明 以证实许姓宝老人 的确是许阿六的亲生女儿 并且在当年 他是从双喜村 嫁到了利民村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许家的后人他们在突然之间得知了崔家人在收集证据 于是他们就派出了11名的亲属代表来到崔家找说法 许家的后人们 他们一上来就追问崔家兄弟 为什么你们崔家连个招呼也不打 就在暗地里准备打官司的材料呢 在听完之后 崔家兄弟也毫不示弱 他们理直气壮地说道 是你们许家做错在先 你们在瓜分银元的时候 没有跟我们的母亲打声招呼 这分明是想要独吞家产 紧接着许家后人继续反驳 他们说许姓宝老人已经出嫁了70多年 在这期间 他并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 按照当地的规矩习俗 他早就已经不算是许家的后人了 更何况 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是泼出去的水 哪有出嫁的女儿 还要回到娘家分财产的 这原本是亲戚关系的两家人 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礼数 这两家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而且他们用于争论的话语 变得越来越难听 结果在这场激烈的争论当中 崔松海的老婆王美英 她在突然间站了出来 用手指着许家许建生的媳妇安菊 然后大声地喊道 你是一个从外地嫁过来的婆娘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们崔家说话 这个时候 作为许家媳妇的安菊 她很恼火地跳了起来 然后大声地回应 我们外地人就不是人吗 说完之后 她就冲了上去 虽然都是女人 但是这两家的媳妇却都毫不容若 虽然有崔松海阁在中间 但是强悍的安菊 她还是狠抓了两把王美英的脸蛋 2013年9月12日的早上 参与打架的八个许家后人 他们被海宁警方带到了派出所 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其中的一个许家后人许建兴 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在审讯室里 他居然想要用头去撞墙 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场的民警迅速上前控制 结果却被许建兴反咬了两口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海宁警方给出口咬人的许建兴 送上了一副定制的银手镯 而出手伤人的许家媳妇安菊 他也被海昌派出所 处罚了五天的行政拘留 就在这个打架事件之后 所有人都以为 这一场离奇的银元风波 应该会归于平静了 可就在半年之后 一场更为怪异的官司 再一次引发了吃瓜群众的热情围观 2014年的3月份 崔徐两家的银元争夺案 最终还是迎来了法院的开庭审理 在这场官司中 原告是崔家兄弟的母亲 许姓保老人 而被告则有9个人 他们分别是 许阿六的儿媳 孙子 孙媳 以及曾孙 在法庭上 原告的代理律师李文哉 他首先出示了一份 许家的普系图 在图上可以看到 埋藏银元的许家祖先许阿六 他和妻子两人 早在解放之前就已经死亡 而目前 他的三个儿子 也已经离开人世 在许阿六的四个子女当中 唯一健在的 就剩下本案中的原告 许姓保老人 李文哉律师指出 因为许阿六在生前 并没有立下遗嘱 所以按照我们国家继承法的相关规定 许姓保老人 作为许阿六的亲生女儿 她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她是依法享有继承权力的 在原告律师给出这样的诉状之后 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 这是相当符合情理的 可是接下来 被告方律师的反驳 却硬生生的 把这场官司带进了一个 僵持不下的局面 被告方的律师 他首先指出了一个文字错误 他说 许阿六的长子姓名 叫做许朱关 并非原告所说的许年关 虽然这可能是一个笔物 但是这个笔物 却在所有原告的诉状资料中都出现了 因此 被告方的律师有理由怀疑 原告许姓保老人 他并不是清楚地知道 许阿六长子的真实姓名 而紧接着 被告方律师又指出了原告的第二个错误 他说 根据许家后人的陈述 许阿六和他的妻子 他们去世的时间 并非都在解放前 在许阿六的那个年代 社会上是允许一夫多妻的 根据许家的相关记载 许阿六因为家庭富裕 他一共娶有三位妻子 其中的最后一位妻子朱妹成 他真实的去世年份 是在解放后的1958年 基于这些理由 被告方律师向法官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虽然原告许姓宝声称 他自己是许阿六的亲生女儿 但是他连自己哥哥的名字都不清楚 甚至连亲生母亲的去世时间也搞错了 这些都是不符合常理的 因此 被告方律师提出申请 他们希望在正式审理案件之前 法院能够对于原告的真实身份 做出核实调查 而面对被告方的质疑 原告的崔家兄弟也开始了据理力争 他们说 自从去年遗元的事情发生之后 已经90岁的许姓宝老人 他的记忆力就衰退得更加厉害了 所以他才没有办法记清楚 哥哥的姓名和母亲的去世时间 但是这并不表示 许姓宝就不是许阿六的亲生女儿 紧接着 崔家兄弟还拿出了一份证据予以还击 这份证据来自海昌街道利民村的村委会 村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 上面写明了许阿六的女儿许姓宝 他是从双喜村嫁到了利民村 这本来是一份第三方的 可以证明 许阿六和许姓宝是妇女关系的有利证据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接下来许家又提交了一份证据予以反驳 这一份证据 同样来自海昌街道利民村的村委会 针对崔家兄弟的证明书 利民村的村委会又出具了一份证明 主要是补充说明 崔家兄弟的证明书 是因原告儿子崔松海的要求所写 但是关于许阿六和许姓宝的妇女关系 利民村并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 也没有办法做出考证 在法官的面前 这两份作用相抵的证明材料 什么问题也证明不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作为原告方的崔家兄弟 他们又出具了另一份证明材料 这份材料来自于许家所在的双喜村村委会 村委会应崔家兄弟的要求 写下了一份关于许阿六四个子女的关系证明 可是接下来 许家又以同样的方式 请双喜村的村委会出具了一份补充证明 用以说明许阿六四个子女的关系档案 在村里边并没有相关的记录 法院的庭审进行到这里 谁也没有想到 许姓宝老人的主体资格问题 居然成为了庭审的关键 如果许姓宝不是许阿六的亲生女儿 那么在银元被发现之前 崔家和许家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呢 就这个问题 法官询问了被告方 结果许家的后人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现在这些人都是小辈 我们只是听长辈说过 崔家跟许家有一点亲戚关系 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也不太清楚 我们基本上是过年的时候 才走一下亲戚 所以应该是比较浅层的亲戚关系 与此同时 法院还找到了一些双喜村的村民 进行调查问话 结果发现 对于许姓宝是否是许阿六的亲生女儿 这个事情 他们都表示不知道 于是 在2014年的5月份 针对这一起怪异的民事案件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做出了最终的裁定 法院认为 基于目前的调查和证据 无法确认原告许姓宝 是否与本案有直接的厉害关系 原告许姓宝的诉讼主体资格不成立 不符合起诉条件 因此法院裁定 驳回原告许姓宝的起诉 而在海宁法院的裁定之后 崔家兄弟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 2014年的7月份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了二审裁定 维持了原判 而就在5个月前 针对蒋侠父等人的盗窃银员案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也进行了开庭审理 2014年的4月份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做出了一审判决 4名被告人 蒋侠父 蒋侠星 蒋兆峰 以及蒋静 他们分别被判处了 3年至3年9个月的有期徒刑 随着两份判决书的下达 这一场离奇的银员风波 也终于要尘埃落定 告一段落 而原本还有走动的许崔两家 他们的亲戚关系 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许阿六老先生 在泉下有知 也不知道他老人家 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